大家好,我是Rachel妈妈 巴斯克蛋糕我想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今天呢,Rachel妈妈想分享自己最喜欢的八分熟巴斯克 中间软鲜的口感类似非常浓郁的烤布雷以及慕斯 有别于一般常见较扎实的全熟巴斯克 软鲜轻轻就能在石头划开 这两者在空烤时间只有3-5分钟的差距 总而言之呢,这是一款很难失败的蛋糕 因为就算烤过头了,最后都会是好吃的喔 这次我要做牛奶焦汤口味的 随便去超时买喜欢的牛奶软糖都可以喔 接着鲜奶油和牛奶糖一起加热到完全融化就好 小火加热,过程需要不断的搅拌 糖都融化了,立即关火放凉备用 现在先来铺子吧 我用6寸固定模 拿一张比较大的烘焙纸 以及同为6寸的活动模底盘 直接将纸压下去 这时就可以一个个将纸整理好啰 最后再将底盘取出来 如果觉得周边的纸太大,可以修剪一下 现在可以做乳酪面糊了 cream cheese要事先展示温虾放软 然后加入砂糖来拌均匀 搅拌期我只会开低速而已 只需要把糖确实拌到化开 看不到任何糖颗粒 就是可以加入先前融化好的牛奶糖 牛奶糖不用等到完全凉 其实有一点微温就可以倒进去了 一样再用低速拌匀 然后加入蛋 但我会建议使用室温的蛋 因为个人觉得比较好打散 容易跟乳酪糊拌融合 这时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使用手持打蛋器 第一,因为其实已经非常好搅拌了 不需要使用电动 第二,接下来的动作呢 我不想拌进太多的空气进去 这样在烘焙过程很容易爆开裂开 虽然巴斯克裂开来没关系 但我单纯就是想要追求完美 最后如果可以 可以过筛整个乳酪面糊哦 蛋糕口感会更滑顺细致 可以用筷子画一画排掉气泡 然后敲一敲 放入事先愈热的烤箱 才二段式烤温 为求麻的经验是 如果想追求表面不裂开 那第一段烤温低火就不要太高 到第二段时 再将上下烤温调高 让表面上色 总烤时程呢 只有23分钟 因为只要8分熟 软鲜的状态 再多个3-5分钟就会全熟了 当然烤完和时间 都要依照自己的烤箱来做调整哦 放凉后的巴斯克 一定会上下凹很正常的 这时放入冷藏冰镇 至少一小时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巴斯克外表焦黑凹陷的造型 其实很好看 味道也比一般乳酪蛋糕 还多出了一层香味 再切这款蛋糕也会建议使用热刀 然后一倒下去 泼面会非常的好看 切开来一看就知道 这口感非常滑顺 软心的地方看起来也很邪恶又迷人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 没有抓准熟度不要紧 因为这的确需要一点前后对照 才容易抓出出路的时间点哦 好了今天影片分享到这 喜欢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想瑞秋玛分享什么事不吗 也请留言告诉我哦 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以及按赞追踪我的点数粉丝专业哦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回到这里